看一下整镜拍照视频的镜头如何调整 首先把网线全部连起来 把线所有连起来 连起来之后点Debug 这个就是叫调试 按个一秒钟它会跳出来 测试界面之后 然后我们点相机参数设定 点完了之后 我们现在这里一个左侧相机 这个是右侧相机 我们先可以先选择左侧相机 左侧相机之后 然后点视频预览分符设定 点运之后我们看到 这个时候它会出来一个图案 图案的时候我们看 这个镜头上面有三个小螺丝 最里面的应该是叫 我们叫可以调整它一个幅宽 就是门幅 中间的一个是它的亮暗光圈 最外面一个最下面一个就是清晰度 我们先首先原则上 首先把这一个中间这一个调到最亮 我们接下来视频看 我如果说这样子 这个是变暗了 把它打开 所有的都打开 这个时候把它调到最亮 最亮这个时候首先 然后我们再看最里面的一个 最里面的一个 最里面的一个 其实它是一个 调整它的一个视野的宽度 我现在可以把这视野放大 说小 所以说我们看调布面的时候 调刹线布面的时候 尽量的把它这个范围调的最大 调的大之后呢 这样子我清晰度可以保证 然后呢 在调的范围之大 大了之后 然后呢 再配合调最下面一个螺丝 这下面一个螺丝干什么 就是调清晰度 清晰度 我们可以慢慢的旋转 清晰度 你看它就会有彩色的调音转线 如果说你可以点这个一个放大键 这里一个放大 放大键之后 慢慢的调整 这个图案出来了 它是最清楚的 所以说要注意一下 装的时候一定要稍微带点 带点这个上面 稍微锁紧一点点 就是然后慢慢的选择 这样子呢 到时候锁紧的时候 它有可能会有点变动 这个调音转线 就稍微带点紧 然后呢 再慢慢旋转 旋转之后 然后轻轻的把这个螺丝锁紧 就可以了 关键首先调制焦距